那打官司 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花了律师费 法院费用什么的 好不容易终于拿到一个判决书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怎么办 当然有了个判决书 一般来说 这个被告人的话 他不会说自动的就来付这个钱给你 尤其是那种打官司 你也花了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 达到头部血流 然后你还终于赢了一个官司 在他来说 他说我在输了一个官司 我这个因为什么 心不甘情不愿的 他可能会做很多动作 来这一个来规避你 或者让你给你难度 OK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所以都来执行这个判决书 对很多律师来说 都是很头痛的个事 OK 因为这个真的非常不单单 就是说很技术性 也是很困难 因为对方的一个 他做很多的动作 有很多的反弹的问题 对不对 又上诉了 什么的动作 他会来做 OK 那不管对方是怎么样 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赢了判决书以后 你可以做什么动作 来执行这个判决书 OK 当然这些动作的话 你可能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做 那你找有经验的 可以执行判决的律师 来帮你 OK 那这个律师呢 可以帮你做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OK 第一个的话 他最喜欢做的 就是说 在被告人的房子 房地产上面 来放一个叫 judgment lien OK 这个一个判决的债权 其实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等在这个 令到他这个房地产上面去 将来他在卖房子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拿钱了 因为卖房子的话呢 里面的所有的债权 包括欠银行的钱 房子里面的地产税 还有你这个判决书 什么的 他会先付 那第二个做法呢 就是说 你可以去来 查封他的银行账号 你查封的动作呢 就是你做了一些的文件 叫readable execution 就是说这个执行令 这个判决书的执行令 你也是交给这个法警 法警的话呢 这个就是说警察 就跟这个中国大陆这边 这个执行厅的 有点这个意思 这的话呢 就是说他这个法警 是法院里面的一个部门 你去交给他们 那他给他一点小的费用 然后的话 他们就会 你告诉他哪一个银行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拿到那个银行去 那个银行收到那个 那个通知以后 那银行的话 也会通知这个看护的 这谁的账号 那可能是被告的 就告诉被告说 现在有人要查封你这个账号了 OK 你在十天以内 那你要回复或者怎么样 告诉我 这个钱要不要给 所以如果说十天过了 这个时间了 然后如果亲自给他 都是十天 如果是银行是寄过去 给这个账号的拥有人 这个被告人的话 就十五天 加五天的时间 那过了这个时间 如果他都没有提出任何东西来 好了 那这里面原来 因为他这个法警一通知的时候 他这个银行就把这个钱给厚住了 就不能动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过了这个十天或者十五天的时间 银行就会把这个钱交给这个罚警 OK 以后罚警的话 收到以后呢 就会交给你了 作为这个原告 这个 来执行判决的人 你可以也把他的保险箱 也给查封了 如果保险箱里面有持钱的东西 比如说 希望你有金条 或者钻戒之类的 你也可以拿这个来 来 来作为一个判决书 当然如果是 里面只是一些文件 比如说什么结婚证 什么是护照 什么这些东西的话 那就没有价值了 你可能就退还给他 好吧 那第三个呢 他们能做的就是说 那个扣工资 扣工资 那扣工资的话 也是你要做了这个执行令 Reelable Execution 给这个罚警 罚警的话呢 也会通知你的他的 他的雇主 老板那边 他通知到这个老板的话 老板就看 然后呢 就像他 你要在他的那个工资单里面 扣25% 这是加州规定 你最多每一个 每一个paycheck里面 他能拿掉的税前的 25% OK是税前的 那一直扣 扣到来 够来复理的判决书为止 那还有其他的呢 就是说 看这个被告人是什么 如果被告是一个公司 生意里面的有的资产 你也可以来变卖 比如这些存货 或者公司的一些器材 比如说 说里面的一些truck 什么的 这些值钱的东西 你也可以来要求变卖 或者呢 如果他有一些应收管项 比如说他的货管 对吧 他本来呢 人家没给他货管的潜力 你也可以拿过来 OK 其他的叫卖车 车子要不要卖他的 就看 如果一般的这种车的话呢 也就算了 因为车子的话 这个吊借吊得很厉害嘛 那除了大家 如果说很值钱的东西 这个车子可能值个十几万了 二十几万了 一个什么名车 那你可以来 把他要求拍卖 变卖了 然后拿这个钱来抵这个判决书 这个也是可以的 好吧 反正呢 就是说执行判决的 这个方法有很多 要看具体的情况 那有时候呢 那我不知道他被告过 我不知道他有多什么钱呢 怎么办 所以呢 这个为什么你要顾律师 对不对 那律师的话 或者有时候 有一些这个资产调查的公司 他会来帮你去查 调查查一查他 有没有放地产啊 或者其他的钱啊 什么的 对吧 查出来的话呢 然后你还可以去执行 当然你也可以 还有一个动作呢 就是说 可以 有了判决书以后 可以到法院 当然通过你的律师 那律师帮你到法院 要这个被告的 到法院去交代 来他都有什么东西 值多少钱 这些东西都都在哪里 如果说在第三者的手上 也都要告诉你 那这样你找到 这些东西都在哪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执行